作词 李宗盛 唐妖玉顺夏商周 春秋战国乱悠悠 秦汉三国金同意 南朝北朝是对头 随唐五代又试过 宋元明清帝王秀 民国建立苦难多何 三十八年熬到头 随唐五代又试过 宋元明清帝王秀 民国建立苦难多何 三十八年熬到头 唐妖玉顺夏商周 春秋战国乱悠悠 秦汉三国金同意 南朝北朝是对头 随唐五代又试过 宋元明清帝王秀 民国建立苦难多何 三十八年熬到头 随唐五代又试过 宋元明清帝王秀 民国建立苦难多何 三十八年熬到头 民国建立苦难多何 三十八年熬到头 上古时期 取妻取得皇帝 据说有一年 皇帝带着一行人 微风八面地出去巡游 浩浩荡荡地路过一片桑园 当时桑园内 一个采摘桑园的姑娘被毒水咬了一口 禁叫了一声 这叫声引起皇帝的注意 便下车朝桑园走去 皇帝看见众多采桑女 围着那个姑娘不知所措 那个姑娘又痛又怕 哭了起来 正在混乱之时 一位黑衣女子站了出来 她一面令人去采草药 摇清水 一面把下头毡挑破伤口 挤出污血 许吸毒液 随后用清水洗了伤口 敷上草药 不一会儿 那姑娘就转危为安了 这个镇定自若 化险为夷 助人为乐的黑衣女子就是摩姆 摩姆相貌奇丑 快到三十岁了还未出嫁 平时很少抛头露面 这次是为了救人才挺身而出 皇帝非常欣赏她的临危不乱 决断有方的才智 依然宣布把摩姆纳为妃 皇帝让摩姆总管后宫事务 而摩姆也充分表现了出色能力 把后宫治理得津津有条 摩姆以她高尚的道德和卓越的才能 赢得了皇帝的宠爱 各是小精灵 摩姆虽然长得丑 却心地善良而才智出众 这就是内在美吧 皇帝不以貌取人 能取妻取得也很了不起哦 皇帝是传说中古时代的圣王 他首先统一了中华民族 对人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是开创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先祖 传 网开一面 伤汤 伤汤是伤部落的首领 一天 伤汤遇到一位捕鸟的人 只见他在地上张开四面大网 口中念念有词地说 不论是天上飞的 还是地上跑的 都快到我的网里来吧 伤汤走了过去 对捕鸟的人说 你这么做可不行啊 你四面张望 所有的鸟儿不就让你给捕完了吗 捕鸟的人说 你是我们的首领 你怎么说就怎么办吧 伤汤说 把网撤去一面 留下三面就行了 并且口中要这么说 能向天上飞的就飞吧 能从地上跑的就跑吧 不能飞也不能跑的就到网里来吧 这件事传开后 人们知道商汤为人慈善 都忠心拥护他 甚至帮助他推翻夏王朝 建立起商朝 故事小精灵 我们常常听到的成语 网开一面就来自这个故事 它要我们明白 一个人的能力可能有大有小 但是不能没有善良的紧德哦 故事中劝捕鸟人网开一面的商汤 本来是商部落的首领 因为他为人善良 获得人民的拥护 最终灭了夏朝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 商朝 周 愿者上钩 周文王 周文王在寻访闲人的途中 有一天 在渭水南岸 遇见一位气雨不凡 正在垂掉的白发老人 他的鱼钩 居然是直的 周文王很好奇 便问老人原因 老人说 他钓的是怨着上钩的鱼 周文王觉得他出口不凡 便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方法 老人也提出了透彻的看法 周文王非常高兴 就把老人请上车 一同回到都城 这位有智慧的老人 就是有名的江太公 故事小精灵 江太公用直钩钓鱼 不知道能不能钓到鱼 诶 但他却用智慧帮助周文王治理天下 周文王是商朝时周部罗的首领 在位五十年一直推行人政广罗人才 院者上钩的江太公 就是其中一位他寻访而得的人才 春秋 广集闲市 齐桓公 齐桓公为了表现自己想要招揽人才的决心 在宫廷前燃烧明亮的火炬 准备日夜接待各地前来觐见的人才 但是火炬烧了整整一年 都没有人上门求见 有一天 一个乡下人要求接见 声称自己有九九算术口诀的才能 齐桓公觉得很可笑 派人告诉他 九九八十一 这样的算术乃是微不足道的小技术 也配拿来见君主吗 乡下人说 我听说工钱火炬软了一年也没有人上门 这是因为你们的国王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 各地人才都自以为比不上他 所以不敢登门了 我的九九算术的确是微不足道的小技术 但国王若能以礼待我 还怕那些真财实学的能人不来吗 太三所以高耸是因为他不排斥每一块小石头 江海所以深广是因为他汇聚了每一条小河溪流 诗经中说过 古代的英明君王有事也去请教砍柴打草的农夫 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 听了乡下人的话 齐桓公连连点头 立即以隆重的礼节接待了这个乡下人 不出一个月 四方贤人果然都纷纷前来了 故事小经理 齐桓公有如江海 这一时期的政治中心不见从周氏转移到了诸侯各国 公元前六七九年齐桓公首先称霸 此后靖文公、楚庄公、吴王阁驴、月王孤健相继称霸 史称春秋五霸 春秋为人、孔子 楚国大夫夜宫问孔子的弟子指路 孔子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孔子没有回答 孔子知道了 对孔子说 你为什么不这样说 他这个人发愤用功就忘记了吃饭 内心快乐就忘记了烦恼 连自己快要摔老了都不知道 如此而已 故事小经理 孔子说他自己啊 用功学习就忘了要吃饭 内心快乐就忘了烦恼 那是因为啊 他一心一意的做每一件事 而且都乐在其中的缘故 孔子的原名叫孔秋 世人尊称他孔子 他是全球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他也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的言论思想精华 由他的学生记录整理 编成一本书叫论语 他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文艺教育思想 是中国最伟大的著作之一 战国 愿意活着 庄子 楚威王听闻庄子 施为贤才 便要求两位大夫带上千金聘礼 到宋国把庄子请回来当官 两位大夫到了宋国 瞧见庄子在河边树下钓鱼 他两公斤的说 我们大王请您帮他治理楚国 庄子头也不回的边钓边问 听说楚国太妙供着神龟 请问那龟是愿意死了 被供在堂上呢 还是愿意拖着尾巴在泥里爬呢 两位大夫说 当然愿意活着啦 庄子一挥手说 你们走吧 我就乐意在这里自由自在活着 才不愿意当官 就是小金颖 庄子认为 不自在地活着最令人难过 可是我们要如何才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呢 庄子 庄子名叫周 因此也有人称他庄周 庄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 他涉略各家学说 但读对老子的学说特别推崇 他所著的庄子是道家与道教的经典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休息一下听歌啦 我们第一次听歌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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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这个尊号也由他创立 此外他同意了法律、度量衡、货币和文字 并且还铸长城 在历史上他有功劳 但也同时是个著名的暴君 中国历史上有一场著名的楚汉之争 楚指的是西楚霸王项羽 汉说的就是刘邦 话说那一天 项羽和部下二十八人被刘邦派遣的几千名骑兵 包围在该下 项羽奋勇地逃出重重包围 经历了不少困难 才逃到乌江河边 好心的乌江亭长劝项羽快速乘船回到江东 因为江上只有一只船 即使汉军再勇猛 也无法渡河抓人 但项羽无意乘船逃亡 他说 这是上天想让我彻底失败 八千名江东弟子竟然都毁在我的手上 我怎么好意思再回去面对江东富佬呢 项羽的话才刚说完 刘邦的大军已经逼近 在紧要关头的一刻 项羽把自己最心爱的马送给亭长 便率领剩下的二十包围部下 冲进敌阵里 准备与汉军最后一搏 经过一阵尸杀 项羽受到多处重伤 曾经叱咤风云的楚霸王项羽 以身陷汉军的严密包围中 眼见大势已去 项羽只好自吻而死 故事小精灵 为了纪念楚汉之争 项羽自吻而死的这段故事 诗人杜牧写了一首 提污江秦师 胜败兵家世不期 包羞忍辱世难尔 江东弟子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 一意四世 杜牧对项羽的自尽感到遗憾 如果项羽重回江东 更加发奋图强 或许还能卷土重来 项羽也叫项羽 是秦朝末年的著名将领 他勇猛善战 曾率五万人打破秦军 取得胜利 分封诸侯 自好西楚霸王 在楚汉战争中 被刘邦打败于该下 自吻而死 此时才三十一岁 汉张良奇遇记张良 荆轲刺杀秦王的故事 我们都听过 还有一名大将张良 他也曾经刺杀过秦王 不过他也同样失败了 张良在刺杀秦始皇失败后 逃到坯下地方 有一天在一座桥上 一个衣衫蓝绿的老头 一面走来 经过张良身边时 忽然脱掉鞋子 丢到桥下 然后回头对张良说 小伙子 给我把鞋找来 张良又惊又气 但看老头岁数已大 只好忍着 下桥把鞋捡回来 谁知老人又把脚一翘 说 给我把鞋穿上 好人坐到底 张良于是跪着给他穿上鞋 那老人哈哈笑着扬长而去 转身之前 他说 小伙子还有诈话 好吧 过五天一早 在这和我见面 第五天清晨 张良抵达桥头 老人已在等候病 则被张良说 同老年人约会还迟到 这像什么话 过五天后再来 到了第五天黎明 张良又急忙来到桥头 谁知那老人又先到了 叫张良五天后再来 第五天 半夜时分 张良就摸黑来到桥头 等了一会儿 老人来了 高兴地说 这样才对啊 然后取出一本书 说 读了这本书 可以为国军统帅三军 过十年 你将大大发迹 说完 老人就飘然远去 这书原来是失传已久的兵书 海工兵法 张良日夜攻读 后来果然成了一个 著名的军事家 这是小精灵 张良与老人的故事 听起来神奇 但他无非想传达 恭敬 守信 忍辱 都是成就大业子 必备的人格素质 张良的祖先是韩国人 秦灭韩后 他倾全部的家财 结交刺客 企图暗杀秦始皇 结果在 博浪沙祖击秦始皇未遂 于是变更姓名 逃亡至夏批 在那儿 他曾跟桥上老人 学太公兵法 不久归属刘邦 此后成为刘邦的重要谋士 对楚汉战争的胜利 和建立西汉王朝 起了重要作用 三国 神人 关羽 在三国演义这本名著里 我们熟悉的名字有 曹操 刘备 孙权 诸葛亮 还有关羽 这个故事和关羽有关 有一次 关羽攻打樊城时 被毒剑射中右臂 而且毒液已经胜入骨头 不管将士们如何规劝 关羽始终不肯回荆州治疗 眼见关羽的剑哨逐渐加重 将士们便派人四处打听民意 一天有个叫华佗的人特来给关羽治伤 华佗要求关羽在肚子上掉一个环 然后把受伤的胳膊套入环中 用绳子捆紧 再盖住眼睛 他给关羽开刀治疗 关羽笑着说 不用了 然后吩咐设宴招待华佗 关羽边喝酒边和人下棋 同时把右臂伸给华佗 华佗切开皮 用刀刮骨 在场的人都吓得用手捂着眼 却见关羽 一边喝酒 一边下棋 血流了一盆 骨上的毒才刮完 关羽笑着站起来对华佗说 我的胳膊身弯自如 好像从前一样 华佗先生 你真是神医呀 华佗说 我行医以来 从没见过像你这样了不起的人 将军真乃神人业 不许小星宁 神医遇神人 真像神话一般 其实无论有多么勇猛 病还是得诊治 男子汉 流血 不流泪 如果真的像关羽这么勇猛 可以不哭 但是 如果忍不住痛 流泪也很正常啊 关羽也叫关云长 一般人也叫他关公 关羽是三国时代的大将 早年和刘备张飞 在桃园解义 这位兄弟 并辅助刘备成就 蜀汉大业 关羽为人中职 仁义 知恩必报 成为中国古代 忠义的代表 进 归隐山林 陶渊明 陶渊明当了县林后 常常需要接待长官 身心疲惫 希望能归隐山林 这一天 他正在园子里 对着蓝天白云和满园鲜花 弹琴吟诗 忽然 手下进来报告说 大人 周郡都由大人巡游到了本地 请大人前往营街 手下又说 请大人赶快更衣 附近周县的大小官吏 都早已前往营街 大人如果再不过去 恐怕对都由大人有所不尽 陶渊明只好停止谈刑 整整衣服准备进屋 手下又说 听说官吏们都带了厚礼钱去 不知大人准备带些什么礼物 好叫小人赶快替您收拾 陶渊明说 依依你看 我应该送什么礼物呢 手下说 听说对由大人耗财 大人不如多送点金银吧 陶渊明说 我陶某人身无余才 两袖清风 自己都还不足 拿有钱财去送人 手下又说 听说对由大人十分计较 如果您空手前去 一定会暗中得罪他 陶渊明说 做官本来就不是我的志向 山丘自然才是我的真正乐园 为了五斗米 向香里小儿点头哈腰 不如归于山林自己跟座 与朝阳同出 与晚霞同眠 故事小精灵 高官后路 其实也是另一种 把自己困住的龙子 因此 陶渊明不想违背自己的本性 最后 辞官归隐 陶渊明是东晋著名诗人 能诗能闻 如今 当我们说起 不畏五斗米折腰 自然就会想起他的生活经历 而桃花园 这一块我们理想中的乐土 也来自于他的一篇文章 桃花园记 随 风水 随文帝 中国历史上 有一个朝代 叫随朝 随朝有个皇帝 叫随文帝 随文帝 他不姓风水 有一天 一个看风水的书士 要给随文帝选择一块好坟地 随文帝说 你先去看看我老家的目的 是凶 是几 如果是凶 我怎么会成为天子 如果是几 我弟弟 为什么死于战争 故事小经理 有人因为相信 而体验到了风水的效用 也有人因为不相信 自此摆脱了信仰上的束缚 相信真神奇啊 随文帝是随朝的开国皇帝 他先后灭梁 臣 统一中国 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 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 并奠定了 这以后中国几百年的 统一局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前明星帝王休 民国建立苦难多 三十八年熬到头 中文字幕志愿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三十八年熬到头 随唐五代有诗国 宋元明清帝王休 民国建立苦难多 三十八年熬到头 Przy calidad 随唐五代有诗国 宋元明清帝王休 民国建立苦难多 三十八年熬到头 随唐五代有诗国 宋元明清帝王休 民国建立苦难多 和三十八年熬到头 民国建立苦难多 和三十八年熬到头 糖 新鲜荔枝 糖玄宗 中国古代有四大美女 其中有一位胖胖的美女 叫做杨玉环 她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杨贵妃 公元七三六年 糖玄宗的爱妃舞会病死了 糖玄宗非常伤心 就将儿子受亡的妃子杨玉环 接近宫里陪伴侍候喝酒 杨玉环国色天象 糖玄宗非常喜欢她 就将她留在宫中纳为贵妃 糖玄宗对杨贵妃非常宠爱 杨贵妃喜欢吃荔枝 可是荔枝离开之夜四天 味道和颜色就会改变 为了让杨贵妃能够吃到新鲜的荔枝 糖玄宗下令开辟了 从岭南到长安的数千里共道 沿途设有驿站 必有快马 钻门运送荔枝 确保荔枝的色味不变 公元755年 安禄山发动叛乱 糖玄宗匆忙逃离长安 车驾到马为一时 将士们骑声鼓噪 要求唐玄宗杀死杨国忠和杨贵妃以谢天效 唐玄宗万般无奈 只好应从 这是小精灵 管强诗人杜木曾经写下的 长安回望绣城堆 山顶千门次地开 一起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事荔枝来 说的就是千里为杨贵妃送来荔枝 这一段了 唐玄宗也就是李隆基 他是武则天的孙子 他初登地位时历经图治 任用贤财 鼓励生产 改革避政 使得唐王朝政治安定 国力强盛 百姓富庶 史称开源盛世 但他晚年变得骄傲怠惰 宠溺杨贵妃 重用杨国中李陵府和宦官高丽氏等奸臣 使得政治一片混乱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 唐朝从此由胜转衰 宋杂缸就有司马光 小时候的司马光 聪明 沉稳 一天 司马光和一群小孩在庭院里玩耍 有个小孩跑到一口大缸上 一不小心 扑通一声 便掉进了水缸 这是一口防火用的大缸 里头盛满了水 小孩掉进去 连头都看不见了 小孩们一时笑得说不出话来 只好各自跑回家 只剩下司马光 司马光集中生智 使劲地搬起一块大石头 用力朝向大缸砸去 只听咚一声 大缸被砸破 缸边喷出一道水柱 小孩婴儿得救了 故事小精灵 中国很早就有Superman了 不然为什么 司马光不像其他孩子一样跑回家呢 司马光是宋代杰出的政治家 历史学家 他因为竭力反对王安时的变法 于公元1071年离朝退居洛阳 致力编撰资质通建 元 儿戏 耶律储财 元朝有一位有名的政治家 叫耶律储财 耶律储财受过正统的儒家教育 是一位刚正不阿的贤臣 皇帝太宗犯错 他总是婉转或直率地给予劝告 有一次 耶律储财依法逮捕了皇帝太宗的宠臣杨维忠 为了这件事 太宗大发雷霆 让人把耶律储财给绑了起来 打算治罪 但是等到气消后 太宗却又开始后悔 于是他就让人给耶律储财松绑 耶律储财义正持烟的对太宗说 我是朝廷大臣 陛下把朝政都托给我了 今天陛下命人把我捆起来 想必是因为我犯了大罪 可是现在又无缘无故地要给我松绑 陛下出尔反尔 对待大臣像对待孩童一样 这怎么行呢 陛下让我名声扫地 以后我还能怎么处理国家大事呢 我到底有没有罪 请陛下当众说个明白 太宗听了他的话 十分惭愧 说道 我虽然是皇帝 难道就没有做错事的时候吗 这是小精灵 向皇上讨公道 历史洪流中很少听闻 耶律储财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 而肯当众认错 皇帝也不简单 厌律储财是元代著名的政治家 元朝建立后 他曾被任命为展相 主持设立了编修所 经纪所 堪映儒家经典 弘扬儒家文化 并主持开科取士 招用儒者 践行文教 使得元朝一度出现了文化复兴的迹象 名 出身 朱元璋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作为农民起义的领袖 而成功当上皇帝的 就是朱元璋 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 老朋友们纷纷求见 并期望能讨个一官半职 其中一人 见了面就说 万岁万岁万万岁 还记得吗 当年我们一块儿 替人家看牛的日子 还记得有一次 我们一起去偷别人的豆子 把偷来的豆子 全放在瓦罐里烹足 还没煮熟 我们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抢着来吃 连瓦罐子都打破了 当时豆子全撒在地上 你只过着从地上抓豆子吃 却不小心让红草叶子也送进嘴里 叶片梗在喉咙弄得你哭笑不得 当时还是我给你出了个主意 朱元璋健 他把当年的丑事说出 还急着邀功 没听他说完 便连声叫道 给我推出去斩 另一人见状 连忙改口说 我 我无行万岁 当年威臣跟随皇上四处讨战 多亏了皇上 大致到永救了威臣 朱元璋听得心中高兴 一刻封了一个官纸给他 呼吸下心灵 虽说英雄不问出生的 但除非他自己愿意提 否则还是往事不要再提了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作为农民起义领袖 而成功建立起封建王朝的皇帝 而他所建立起来的明朝 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封建王朝 清 至属林则徐 海纳百川 有荣乃大 山高万润 无欲则刚 这是清朝林则徐的名言 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 是一名老师 他看到官府腐败 民不聊生 心情非常沉重 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怀 使得林则徐在很小的时候 就立下读书报国的远大志向 有一回 小林则徐给父亲背诵 诗经中的塑鼠这首诗 刚背完就问父亲 爹 塑鼠是什么东西 塑鼠就是大老鼠 林爸爸觉得这正是对孩子 进行品德教育的好机会 便深入浅出地给孩子解答 这种大老鼠不劳而获 农民心情耕作 他却坐向其成 你说可不可恨 父亲进一步教育儿子说 一些贪官污吏 巧取豪夺 鱼肉百姓 就像这些大老鼠 小林则徐听后大声说道 等我长大了 一定要制制这些大老鼠 故事小精灵 哥哥爸爸正为大 命于找我家 为过许大长当兵小哈哈 走吧走吧 哥哥爸爸家 是不用你牵挂 只要我长大 只要我长大 父亲的身教和言教 让林则徐长大后 成了硝烟英雄啊 林则徐是中国历史上 著名的硝烟英雄 为官清廉而正直 为了纪念他的速读精神 在美国纽约 则立有林则徐同像 以及林则徐街道和广场 民国 工程师小时候 詹天佑 中国有位杰出的铁路工程师 他是詹天佑 自小 詹天佑对八股文就不感兴趣 能让他挨不释手的 是入边羊场里的机器零件和小齿纹 有一次 詹天佑把自家的一口挂针 从墙上摘下来 将他拆装 他想知道那噠噠噠的声音 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清吹月的爆石声 是怎么产生的 接连着指针的那些齿轮和发条 都是什么样子的 把挂针拆装了之后 他努力再把针装好 结果 却有两个小铃剑 怎么也装不回去 钟也就无法走动了 父亲从外面回来 见詹天佑又闯了祸 瞪了儿子一眼 第二天 他领着詹天佑进城 找钟表匠修理挂针 让儿子在一旁 看那两个零件 到底该放在什么地方 主事小精灵 原本以为詹爸爸会责备詹天佑把挂针弄坏 但詹爸爸并没有发脾气 本而带着儿子一起到钟表匠那儿 看他怎么安装 父子俩都上了一课 詹爸爸真有智慧呀 詹天佑是清朝政府派出的第一批出洋学习的幼童之一 学成归国后曾修建和主持修建各地的铁路 同时他自行设计修建经章铁路 主持制定了铁路建设技术标准和规范 是中国近代杰出的铁路工程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唐窈雨顺夏商周 春秋战国乱悠悠 晴汉山国竟统一 南朝北朝是对头 随唐古代又识国 宋元明清帝王修 民国建立苦难多 三十八年熬到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